欢迎回来VIP Chess 龟象棋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比较特殊 就是我想聊一下 学习龟象棋的这五个好处 那么当然这个视频不是想去评价 你是应该去学围棋 还是龟象棋 还是中国象棋 还是斗力主 还是大富翁 那么这个视频只是单纯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学习龟象棋给我的这五个好处 那么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提高你的智商 因为龟象棋它是一个脑力运作游戏 那么它也特别适合孩子的天性 它不像其他的棋 就比如说围棋或者其他棋 就是棋子特别单一 就可能刚开始学比较枯燥 但是龟象棋它有很多个棋子 然后每个棋子都可以发挥出 他们自己的特长 就比如说皇后 你就可以直着走斜着走都可以 能够走多远也都可以 然后马的话你就可以走日子隔 如果是兵的话 你走到底线可以变成任意一个棋子 所以这些规则都很有趣 就学起来还挺好玩的 然后包括你下龟象棋的时候 你经常要去往后考虑 以后的五步或者甚至十步棋 然后你还要考虑每个棋子 他们如何合作 那么这样就可以提升你的空间 想象力 创造力 观察力 记忆力 然后认知力 还有判断力 对吧 然后同样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你周围同学 他们是学龟象棋的话 他们的学习成绩往往都很好 就比如说我自己 我是从小学 我是从四岁的时候 开始学龟象棋了 然后我身边的很多人 他们都是学校年纪前十当时 我自己小时候学习 不能说特别好 但是还可以 就是我数学特别好 基本上每次都是考满分 然后我初中的时候 我就是老师都不知道我是谁 就因为我是学龟象棋了 就马上给我了一个数学课代表 所以学龟象棋 是可以提高你的智商 然后让你学习成绩变好的 国际象棋的第二个好处 就是扩大你的朋友圈 因为你学龟象棋 它其实就像是 你学英语是一个道理 因为英语和国际象棋 它们都是属于一个国际语言 然后包括国际象棋 它是有1500年的历史 然后世界的各个国家 他们很多人都会想国际象棋 包括国际象棋里面有很多开局 他们有这个意大利开局 西班牙开局 法兰西防御 然后古印度防御 西里防御等 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 从小学国际象棋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 就会飞到全国各地去比赛 然后我还出国比赛 就认识了很多 就国外的朋友 然后因为我从小 就是国际象棋特长生 所以我是依靠国际象棋 上了当地最好的初中 又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 高中时期 我又去转学到了美国 然后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美国的高中 成为了这个高中 连续三年的国际象棋冠军 又创立了这个国际象棋社团 然后当时靠美国大学的时候 我的文书写的也是国际象棋 所以国际象棋 它是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气派游戏 真的可以扩大你的视野 然后让你交到更多的朋友 第三个好处 就是让你做事情更加的理性 更有逻辑性 这什么意思 我们就来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你是个男生 你想追女生 那么如果一般的人追女生 他们就是很盲目 觉得这个女生漂亮 你就去追了 但因为你会下国际象棋 所以你追她的时候 会特别理性 你会去考虑如何追她 然后之后的每一步 然后包括如果在一起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是选择攻击性思维 还是防守性思维 包括以后在一起了 如果她和你吵架不讲理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像 国际象棋的王车一位一样 来保护住自己的隐私 和自己的安全 总之国际象棋 就可以让你变得更加有逻辑 更有理性 而不是过于感性 那么同样 如果你的女朋友 跟你不讲道理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 让她去学国际象棋 第四个好处 也就是平等能与成年人交往 因为成年人和孩子 多少会有很多代沟 然后孩子也不喜欢 和成年人去交往 但是国际象棋 就可以打破这种地域 包括年龄的限制 所以你会经常看到 一个十岁的孩子 和三十岁四十岁的人 一起下国际象棋 那么同样 如果你和你妈吵架的话 然后你妈告诉你 你怎么天天玩 那么如果你不服你妈 或者你爸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找她 下一盘国际象棋 你说看我怎么虐你 通过下国际象棋 你就可以反手围攻 如果你赢了你爸妈的话 那你还很有成就感 第五个好处 就是可以让你更加的专注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很发达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 很多像这种广告 电子信息 还有游戏 就很多事情可以打扰到我们 但是如果你下国际象棋的话 就可以让你变得很专注 那么当然 除非是快棋赛 相当于五分钟的就不算 但是一般国际象棋比赛的时候 你都是以一小时为单位的 基本上最少都是两小时 像我之前有时候下国际象棋 长的话 我都需要五个小时六个小时 光去下一盘棋 因为下国际象棋 你需要考虑往后很多步骤 包括还可以让你减肥 因为你下国际象棋的时候 会消耗很多卡路里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 它是一个很艰难的脑力运动 所以一边锻炼你的脑力 一边锻炼你的体力 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这五点就是下国际象棋的好处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关注我的频道 VIP Chat国际象棋 我们下期再见